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欢迎收看兄妹生存第十一集 哎呀,这小麦长得真是慢呀 我哥都急得团团转呢 他决定做几个稻草人放旁边 趁他准备材料的功夫,我去挖个稻田吧 水稻成熟的更满,说起来也不怎么使用 但好歹他是个粮食是吧 总觉得应该种一点比较好哎 哎呀,挖过了,还是留两排吧 哎,哥哥已经弄好了 话说你这是怎么弄的呀 现在都没有南瓜灯了耶 你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他笑而不语,让我自己看 那行吧 这前面几步不都一样吗 哎 头上竟然直接用南瓜就行了 这不比以前更方便了吗 对,我研究了一天发现下来是这样操作的 把我气的呀 嗨,不气不气 你算是为迷了心的人 做出那卓越的贡献呢 就是,这到了晚上 稻草人不就穿着火把子了吗 咱们得把它抬高一点 让野人捏手打不着才行啊 先给他搭个台子 天黑了,先回去睡觉 顺便烧点玻璃 再次赶过来时 发现哥哥已经把稻草人放好了 啊,这我在哪儿斜脚呀 我好担心会把它击叼下去啊 哎呀,差一点点 你刚才这样做呀 你就直接肚子把它围起来就行 我这不是怕你懒得再做一个吗 最后还是哥哥逆缩地爬上去 把他围了起来 我再去给他封个顶吧 这样就不怕被打头了 也不用担心他会跳出来 嗯,就这样 卖钱该做的全都做了 就等着他大丰收了 这边把稻田做完 哥哥帮我放水 我把河边的水稻全都移载到了这里 我们又干了会儿农活 哥哥说带我去训野生素容当做器 这个是要好多烤鸡全家桶呢 咱家虽然没有养鸡 但是我们有神器啊 家里还有三组木头 应该能做不少了吧 没错,就是大木棒 一次做五十个 一看就是做大事的,对吧 哎呀,这满地的棒子呀 把背包先腾一下 要放在还没点燃的篝火上才行哦 一放上去就变成生鸡腿了 好家伙,够壮观吧 可惜这样的盛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三组木头的木棒很快就没了 一个烤鸡全家桶六根鸡腿 一个木棒两个圆木 换算下去就是十二个圆木 一个全家桶 对了,木桶还没算在里面呢 没办法,我们只好又去砍树了 这么多 再加上哥哥那一杯包 咱接着烤 这一考就是四十多个全家桶啊 许娘之那还不是绰绰有余 是野生素龙特别难找 还是我们运气太差呀 我们都找了两个红山树林了 哎,可算是找着了,哥哥快过来 你在哪儿呀 我在你的南面 哎,他想扑上来咬我呢 看什么看 有本事你上了呀 你别不服气 我哥一会儿就来收拾你 驯服那个驯猛龙 一定要中午的时候驯服 为什么,还要看日子的吗 因为早晚会出事 好啦,过来吧,露露 坑在这里 好嘞,走吧 哎呀,完了 他把我的小飞飞咬死了 完了完了,他在追杀我 快跑快跑 先掉天坑里面 不行,我没穿火线背包呢 我哥一会儿就来收拾你 好吧 好吧,他先把我给收拾了 哈哈哈哈 我就说只能中午驯服吧 人家现在下午了,早晚会出现 哎呀,气死我了 一个比一个会气人 你回家拿拖鸡的玩 不会吧,你也忘记来了 变了枪也行 你先回去,等你回来 我先把他驯服 哎,成了 才用了6个全家桶,转了转了 后来我们踏遍千山万山 万水 也没能找到第二只野生素龙 只能是手熏的只鸵了 也还不错是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